这上面写 你坦诚你后悔上这个大学是什么意思 不好就业 这大学怎么了吗 不太好 就是 说你的母校不太好 确实不好 但是 还确实不好 因为我比较实在 你再实在你情商不能这么低啊 天哪 然后主要是确实挺后悔的 因为不是我喜欢的 你想干什么 我想做活动策划 咱们把这件事从前梳理 一下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这个学校 不适合你 对 不适合 不是他不好 对 是 对吧 我的错 你这个在学校的时候 是属于什么样的性格 在学校的时候 我是属于一个不爱说话 除非有一些正经事会跟他们聊一下 什么是正经的事 就包括就业的 不可看你这上面干过挺多不正经的事 自己布置好场地 向男生告白 想带给他惊喜 带给他感动 让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日 结果他自己的浪漫行为 把男朋友吓跑了 问一下是男朋友还是潜在对象 是男朋友 其实刚认识就三个多月吧 然后其实我是比较一个浪漫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喜欢他应该也会选 其实给他造成了一个惊吓 然后其实以牵红线的方式 我是让我们宿舍的男生去他那个宿舍门 牵了一个线 然后就是到布置好了 然后让他下来 下来以后就跟着这个音乐 然后包括有他们接舞社的一些伴舞 但有些女生会觉得委屈 你看我找一男朋友 都是男朋友主动干 这事还得我的一个女人来干 你会觉得委屈吗 不会 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 在我回想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一个开心的过程 想做活动策划 除了刚才你策划的求爱 你还策划过啥 比如说做婚礼 就关注点全是在那个新郎新娘 我觉得可以就是调动一下气氛 把下面的亲属调动起来 扮演一些他们当时就是 从开始认识到后面 一直结婚的一些浪漫的场景 在两边 然后情侣 然后从中间走过来 这样一个场景 这方案实施了吗 我希望得到实施 你就是想一想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方案 会有一个好的活泛的范围 我渴望得到幸福 所以我希望我能帮助别人 也得到这些幸福 一定要以爱出发这个事情 会变得更好 会更温暖 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的话 4K家最好包宿舍这样 还要包宿舍 在哪儿 在北京 对 你要单间的呢 还是两人合住啊 无所谓 八个人一间行吗 都可以 没问题 那是跟男生混住 男女生混住 感觉有点刺激 从老师就不要给别人挖坑啊 我没有挖坑 怎么可能有男女生会住 以她这样的性格 她会说出什么话呢 她果然说出什么 她这个反应不出所要 她反应跟常人不太一样啊 对 为什么那么注重住宿啊 我的资金可能也没那么充足 至于说可以就是富三压一这个 我都没有那么多的钱 所以住宿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她这么年级想这么多 我当年都没想这么多 今年毕业了哈 对 七八月份毕业 你还没毕业 你找的是七八月份以后的工作 不是 我现在就要干 我现在就要干 倒是够直接的啊 那你现在没有拿到毕业证 你也只能按实习 对 实习就实习嘛 反正我 不让你实习次的 什么叫实习就实习嘛 只要能学习 然后又能有成长空间 就去呗 我没问题了 对 但你有一句话 就是你拼命努力的样子很狼狈 但是很美 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会写这句话 反复的一个工作里面 其实确实感觉不到价值 而且感觉很疲劳 就觉得很狼狈 就为了赚这点死工资 我之所以上这个平台 就是其实鼓足了非常大的勇气 就是特别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为这个行业发光和发热 无论说薪资怎么样 只要是能接受这行业 我就很满足了 我怀疑他到你们企业区了 会是一个炸弹 他经常语出惊人 来 第一轮选择薪资 还有七轮 接下来我们进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天生我有才也是一个创意点子分享 长知识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话 宣传力度就会很难 对 我又想到说 把场景布置到就是穿越到 六七十年代这个样子 以就是粮票和饭票的一个模板 印一个就是长知识了的票 去换这个长知识的酸奶 一方面印象深刻回到以前 另一方面就是 我喝到这个长知识 我也可以感受到就是 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 长知识酸奶本来就是面向年轻群体 对 可以 如果群体更大的话不是 你要他也面向老年群体 对 毕竟我希望就是 好的东西所有人都要品尝得到 他异想天开 对 通过他刚才谈那个婚礼策划 和刚才这个长知识了的策划 其实他还是有点策划基因的 是吗 对 因为好的策划 他永远都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问题他不是情理之中 不不不 你像那个婚礼那个 确实现在是90%的婚礼的 一个弊病 对吧 就围绕这两个人去展开 其实去了那么多人 大家都变成群演了 这是一次很好的 让家族或者家庭跟朋友之间 情感链接 升级和发酵的 很好的机会 让他们都能参与 我觉得这个点很好 对吧 长知识了这个 也是用这个怀旧 加上这个 我觉得可以 你有点这个基因